对我来说国民大学经营大学院是新的开始 是挑战 尽管我职场经验超过了十年 但是因为大学学的是功课 所以感觉到了在负责的行为市场上 营销相关的业务方面 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为了提升这个部分 所以决定了申请MBA 尤其因为在跨国企业工作 所以想要认真学习国际经营相关的知识 我本科学的是韩国语专业 从前公司离职之后 就想要挑战一下一直很感兴趣的经营学 作为跨专业的人来说 国民大学经营大学院 不仅可以学习到经营学的基础理论 也包括实践课程 并且为终身学习提供帮助 这边很好 因为在学习的同时 不能影响到工作 全周六集中上课 而且最短一年就可以毕业的这个优势呢 让我觉得这个国民大最为合适 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适合的学制 制定针对性的课程计划也是非常大的优点 我在公司就是负责韩国市场的营销和销售的业务 也希望通过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呢 对我现在的这个业务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 而且也能够加深我对韩国市场的需求 这方面的理解 尤其是通过国际经营这门课程的学习呢 再形成这个国际经营的理念 还有认识营销战略的这种必要性 都可以很好地提高我的业务能力 虽然MVA不需要写学位论文 但我们专业还是为想要申请博士的同学 准备了相应的课程 当然会比其他课程更难一些 但是能与教授一同交流 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本身 也能够使我们加速成长 为像我这样想要申请博士课程的同学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因为现在还只是第一个学期 首先是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学习 加深对经营方面的理解 提高我业务上的能力 未来也希望通过挑战韩国语的 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 也可以借助这个拓宽一下在韩国的人脉 我正在准备申请国民大学一般大学院的博士 当前的目标当然是希望可以顺利合格 两年的研究生课程对我来说 是一个从未后悔过的选择 如果像我一样想挑战第二职业的话 就从国民大学经营大学院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